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哪个敢买 必送他豪华缝纫机大礼包一份 果然 爸爸带着我转变了个大市场 都找不到一个靠谱的买家 就当他心灰意冷的时候 他常去会所的王经理找到了他 顾先生 我们老板愿意为你买单 这应该是行业黑化 我明白 我和爸爸都很兴奋 爸爸假模假样地揉着我的头发 念念乖 等爸爸再赢一次就把你赎回来 我眼含热泪的点头 终于有机会当一把成奸除恶的好市民了 直到我稀里糊涂地签了一份长达十年的合同 才缓缓从好市民的梦中醒来 不是 现在人口买卖都这么正规了吗 我和爸爸对视了一眼 他显然也是懵的 因为他欠了一份比我还要厚的合同 不过赌轨哪里管那么多 潜到账后 他借口上厕所 直接使顿了 电话从关机打成了空号 我终于认清了现实 小心翼翼地看向王经理 如果我现在说这是个误会 还来得及吗 王经理露出职业的微笑 指着合同第六十三页的某处条款 以方毁约要支付五百万的违约金哦 仔细一看 这还是一份会赔违约金的经济合同 我没有怪王经理 毕竟他只是个高级打工仔 在心里把他老板骂了一百遍 之后被迫开启了替付还债的打工日常 本着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躺下的原则 我摇身一变成为了梦金昭的一枚陪酒小妹 梦金昭是京北有名的高级会所 在打工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您做梦金昭扫地工 不当格子兼老板奴 之前的我觉得夸张了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因为这里的员工待遇 简直好到令人发指 黑椒牛柳盖饭用的都是M12和牛现场制作 我一口气连选三碗 除了有点闲以外 是外面的预制打工套餐没法比的 我躺在茶水间里打着阁 王经理找到我时扶着鹅 顾念念 你是来上班的 不是来躺诗的 赶紧的吧 一号包厢选人了 那可是老板的包厢 机灵的点 哦 差点忘了 还有个班药上 跟着一串漂亮姐姐走进了豪华包厢 主位上的男人直接把我看呆了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好看的男人 剪裁得体的西装 完美勾勒出他的宽肩窄腰 修长的双腿随意交叠着 轻薄地严谨低垂 整个人透着古人的气息 像是一只不小心 迷路在人间的南湖离京 显然没见过世面的不止我一个 身边的姐姐 发出水开了一般的报名 她激动地用手肘撞我 兴奋地小声嘀咕 鹿井成鹿三爷 我居然见到了活的鹿三爷 还好包厢内的音乐声够大 除了我好像没人听得见她说话 我有些好奇 凑近她问 平常她是死的吗 开水姐翻了个白眼 但还是耐心解释 三爷虽然是孟金昭的老板 但他平时为人低调 一般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 见他一面是非常难的 而且他本人尊都比照片帅好多啊 原来他就是那万恶的老板 原则在美色面前失去了效力 我赞同地点点头 确实很帅 八块腹肌 开水姐疑惑 你看过 我耸肩 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说话间 我入选了 在开水姐艳羡的目光中 我被安排在了鹿三爷的身边 开水姐用口型嘱咐 替我看看 到底有几块 我正中地点点头 朝着那男狐狸精走出了坚定的步伐 第一次陪酒 不知道要干什么 我捏紧手指 有些无措 少女的心思被看穿 耳边传来低沉好听的声音 不会 我那那地点了点头 只听陆景成淡淡一笑 倒酒会不 我眼睛一亮 这个我会 拿起桌上的柏梗地给他满上 满眼期待地看向他 老板亲自给员工做入职培训 企业文化不错 我得好好表现 陆景成显然没想到 我的工作能力这么强 狭长的狐狸眼都圆了一瞬 不过很快 他脸眸端起酒杯 一眼而尽 我瞬间读懂了他的意思 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于是又拿起酒瓶给他满上 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他又一眼而尽 一杯又一杯 原来当陪酒小妹这么简单 看得出来 陆景成是一个 很会给情绪价值的老板 比如每买上一杯酒 他都会用一眼而近来表达 对我工作的肯定 服务这样的老板 我也更加用心负责 比如他和别人聊天 忘记喝酒时 我总能适时地扯扯他的衣角 提醒他 酒倒好了 这么贵的酒拿出来待客 肯定是老板自己多喝点 比较划算的 我懂 在喝光了三瓶勃耿地时 陆景成捂着小腹 朝我摆了白手 谢会吧 我有些不会了 低声询问 那现在应该做什么 陆景成顿了顿 自由活动 果然 努力工作的员工 是会被老板看见的 这不 给我带心放假了 一个好员工 当然要绝对服从老板安排 于是我穿梭在公愁交错的包厢内 自由地扫荡着一早就盯上的果盘 等有人想起来吃水果时 果盘已经空空如也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没办法 黑椒牛柳盖饭吃多了 有点咸 宾客散去 包厢里只剩下我和陆景成 或许是觉得空气安静 有些尴尬 他随意地问 第一天上班 感觉如何 我敷衍地答 还不错 工作简单 老板亲和 员工餐也好吃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他的脸有些红红的 好像喝多了一样 他扯松了领带敞开领口 就那么斜矣在沙发上 内里的曲线若隐若现 简直就是功德无量的男菩萨 要不说他是好老板 都喝成这样了 还想着关怀下属呢 可我却是无心应答了 盯着上下起伏的曲线 我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突然想起了开水姐的嘱咐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我端着一杯酒 蹭到陆景成身旁 老板 你还喝不 没等回答 酒洒了他一身 哎呀 不好意思 都是我不好 我这就给您擦擦 我慌乱地给他擦着 湿了一半的衬衣 一块 两块 三块 衣服有些碍事 老板 衣服湿了 穿着不舒服 我帮您脱了吧 陆景成的狐狸也 又圆了圆 不用 我自己来 他有些晃悠地起身 朝着包厢内的洗手间走去 任务失败 看着他晃悠却坚强的背影 我又有些担心 负责地跟去照看 刚走到洗手间门口 就传来一阵很长的水声 十分雄厚有力 我的脸瞬间烫了起来 是真有劲啊 下班时 王经理盯着我神色复杂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给我结了账 放我离开 只不过 别人拿到的都是工资 到我这变成了一张 写着已还欠款500元 剩余欠款1098745元的工资条 真好 又是白干的一天 不过还好 单位包吃包住 吃的是M12和牛 住的是青年单身公寓 暂时也用不上什么钱 第二天孟金昭 颁布了一条新的员工守则 未经允许 不准吃光客人的果盘 新规颁布的奇奇怪怪 虽然不懂 但尊重 开水姐若有所思 每一个奇怪的规矩背后 必有一个离奇的故事 我赞同点头 资本家的脑回路 不是咱能搞懂的 开水姐问我 你知道 这是谁干的不 我摇摇头 未经允许的真不知道 反正我是经过允许才吃的 开水姐打亮我的目光 让我感觉自己是 昨天的黑椒牛柳盖饭 一定很好吃的样子 我不明白 她脑子里是经过了几道弯 最后竟然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背景不一般 非要拽着我去陪她的一个常客 好妹妹 你就帮帮我 这孟老板我实在不喜欢 可又得罪不起 你陪着我心里能安稳些 我就能得罪得起 不过 最后我还是去了 因为今天的员工餐是猪排饭 我不喜欢吃猪猪 而开水姐 那个包厢点了烤全羊 口水淹没了我理智的脑袋 孟今朝的烤全羊 一般是后厨烤好之后 再送进包厢 孟老板也不知是用了什么办法 竟让两个小哥 直接在包厢内献烤 闻着满屋飘香的自然味 我原谅了孟老板 刚刚看我那有些油腻的眼神 一心坐在开水姐旁边 等我的小羊 这位妹妹好面生啊 是不是新来的小乖乖啊 孟老板挺着油腻的肚子点我鸣 我就知道来活了 虽然很不喜欢她 但该有的职业素养 还是要有的 我拿起桌上的酒 给她杯子满上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孟老板愣后一笑 好妹妹是想让哥哥喝酒啊 没问题 只是这干喝是不是也太没意思了 要不你陪哥哥玩点啥 我有点疑惊 不知所措 满点啥 老板也没教过这个呀 开水姐挡住孟老板看我的目光 孟哥没有你这样的 今天明明点的是人家 怎么眼珠子都粘在妹妹身上啊 人家可要生气了哦 开水姐做事就要抹眼泪 孟老板慌忙哄着 两人你弄我弄起来 把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目瞪口呆 这还是我那能发出水开一般 报名声的开水姐姐吗 不过我明白 开水姐姐是在帮我解围 她明明说过不喜欢这个老板的 可为了我 都快和那油腻腻的肚子贴在了一起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帮助她 哎呀乖乖 我怎么舍得你生气呢 哥哥现在手心烫得厉害 用乖乖的小宝贝 给哥哥降降温如何 眼看着孟老板的肥手就要 伸进开水姐衣领 我想到了一个妙计 一把夺过烤全羊小哥的扇子 对着孟老板就是一顿猛衫 孟老板 姐姐的小宝贝 哪有妹妹的芭蕉扇厉害啊 我这就给你降降温 保准你从头到脚 连头发丝都是凉爽的 小时候为了对付我的毒鬼老爸 我学了一些拳脚功夫在身上的 删出来的至少是个六七级的强风 飓风呼啸而过 掀起了孟老板的头帘 这下好了 孟老板不仅头发丝凉爽了 就连头皮也跟着沾了光 王经理 今天这个事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孟老板气愤地将头帘摔在桌子上 整个肚皮都跟着抖了三抖 王经理堆着笑脸陪不适 捡起孟老板的头帘递了过去 孟总实在抱歉 要不我先帮您戴上 咱先消消气 孟老板直接破防 指着头帘上被破坏的胶体 你觉得我不戴是因为不想戴吗 粘贴是假发 粘走了孟老板的一圈头皮 光溜溜的颅顶上 一圈红彤彤的印记 王经理主张扣工资 赔医药费 赔礼道歉 孟老板主张赔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跪着赔礼道歉 以及我出去陪他一天 王经理笑了 我看不懂他眼底的意思 孟老板笑了 以为王经理答应了他的诉求 我也笑了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本来没吃到烤全羊就气 我两根指头 捏着手里的蒲扇 轻松折断拇指粗的扇饼 一步步走到孟老板面前 这边跟您确认一下 是要我出去陪您一天吗 孟老板盯着那断裂的扇饼 有些犹豫 王经理缓缓开口 孟总实在抱歉 孟今朝没有这样的规矩 我们最多在原有的赔偿基础上 再往您的会员卡里 充一千的消费金 还好 是友军 孟老板彻底怒了 这点赔偿就想打发我了 我要见你们老板 一道低冷的声音响起 确实赔少了 陆景成双手插在西裤口袋 缓缓走来 他将手机放在桌上 里面播放着一段视频 正是孟老板 失去门帘前的画面 孟总 你干的这事 赔这点确实不够 我收起了身上 他背后的黑手 原来是来撑腰的 此刻陆景成 在我心中的形象 变成了一支 闪着佛光的南湖里经 看到视频的那一刻 孟老板的态度 直接来了180度大转变 连忙起身笑咪咪 哎呀 误会误会 你是 陆三爷对吧 我朋友的朋友 和你还挺熟的 你看这是闹的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不是 哪能要你们小辈的赔偿呢 我见他压根 没听明白老板的意思 狗腿的在一旁纠正 这边的意思是说 需要您对我们进行赔偿呢 孟老板的笑容 僵在了脸上 看向陆景成 后者晃了晃手机 懒散地点了点脑袋 他说的对 铁证之下 孟老板赔了开水节 5000块精神损失费 灰溜溜地离开了 吹走他门帘的事 是一个字都没敢提 陆景成还做主 给我发了500块的 建议永维奖 并将我升级为 一号包厢专属 陪酒小妹 王经理听完大受震撼 不过最终也没说什么 按时给我结算了当日工钱 于是我又拿到了一张 写着已还欠款1000元 剩余欠款1097745元的工资条 我赚钱了 又好像没赚 粗略估计 每天500块的高薪 也需要全年无休的工作 6年多才能见到回头钱 真的好想找万恶的资本家干一家 但看着500万的违约金 最后还是歇了心思 毕竟这年头 钱难挣 10 10还没吃过 默默在心里 把毒鬼老爹骂了一百遍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公寓 却在走廊里 遇见了狐狸精老板 他还是那么勾人 只是此刻的我对他失去了兴趣 迷人的外表不能当饭吃 他才是害我在这打白工的罪魁祸首 毒鬼老爸欠的钱 凭什么让我好公民背锅 一想到被资本家薅了羊毛我就气 打招呼也变得敷衍起来 出门啊 哎 嗯 好好 一套组合问候下来 也没管他有没有回答 我拉开房门就要回宿舍 打公仔与黑心老板势不两立 哪只一只修长的大手 抵住正要关上的房门 一个五层规格的饭盒 出现在了我眼前 一起吃点 饭盒缝隙里 挑出了肉香 是烤全羊我不会闻错 摸着咕噜噜的肚子 我只犹豫了一秒 快请进 填饱肚子要紧 明天再势不两立 说是一起吃 肉全进了我的肚子 陆景城慢条丝里地收拾着饭盒 今天的事是个意外 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看着他一副贤惠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他也不那么像 万恶的资本家 于是壮着胆子问他 老板 你看着也不像坏人 为什么要帮我爸坑我 他手上的动作微顿 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凑近我低声问 怎么 孟金昭的工作很难 不 不难 老板对你不好 挺 挺好 员工餐不合口味 合 合口味 低沉古人的声音 伴着热浪鼓鼓冲击着耳膜 让我无法思考 下意识回答着他的问题 那为什么觉得我在坑你 嗯 好像也有点道理 可 可是 又总觉得哪里不对 却说上来是哪里 还没等我想明白 陆景成牵住我的手 直接放在了他的腹部 嗯 感受到手心的滚烫 我瞬间气血上涌 老 老板 你 他勾唇一笑 不是想数数一共几块 就当送你员工福利了 我老脸通红 你怎么 知道 刚好会点唇语 是八块没错 我并拢脚尖拘谨紧地站着 像只红皮鞍唇 陆景成勾着他那好看的唇 似笑非笑地斜腻着我 这位员工 对公司的福利可还满意 我疯狂点头 可太满意了 他笑得更灿烂了 那就好好干 不要想太多哦 什么是理智 我已经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直到第二天上班 我的嘴角都没有压下来过 今天一号包厢的客人格外多 叫了好几拨小妹来选人 我已经是常住小妹了 不用跟着漂亮姐姐们排队 我坐在陆景成身边和队伍里的开水姐挤眉弄眼 扯了扯陆景成的衣角 示意她选她选她选开水姐 我是想和开水姐一起上班的 她人不坏 一起吃果盘 不会无聊 陆景成却沉着脸 浑身的气压很低 和昨天的她判若两人 有时候真的怀疑 黑心老板有双重人格 脸是臭了点 但是是真给伴 我如愿以偿和开水姐坐在了一起 看着我给陆景成的杯子真满了酒 时不时还往她嘴里塞着水果 开水姐目瞪口呆 我小声解释 新员工福利 她满脸写着不信 还没等我俩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 包厢里客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 分走了我们的注意力 陆总的酒我们以后可不敢喝了 谁知道会被哪个摄像头拍下来呢 不容易呀 现在出来消遣一下太难了 喝点酒被录了视频都不知道哦 我看也别搞什么陪酒小妹 碰一下就得被额浅 这陪的是哪门子酒 干脆也别叫梦金昭了 叫吃斋堂德了 一群人笑作一团 话里话外满是阴阳 明白了 这些人是来给孟老板找场子的 开水姐在一旁低着头 小声给我介绍这些人的来头 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怪不得陆景成脸那么臭 原来是寡不敌众 他两指闲着酒杯 有一下没一下地晃着 一言不发 似是察觉到我的目光 偏头看我 俊俏的脸上有些无奈 好看的狐狸眼中像是续着些委屈 老板被欺负了 这谁能忍 我一个起身 抓起空酒瓶 往桌上一砸 抄起碎酒瓶子 就抵在带头那人的脖子上 你 你想干嘛 对方显然是怕了 说话的时候 牙齿都有些颤抖 我用碎玻璃瓶子 抬起他的下巴 如果包厢里不装摄像头 你的脖子 现在就会出现很多血窟窿哦 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 明白了吗 那人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好像明白了我的苦心 我又看向其他阴阳人 所以你们觉得 陪酒小妹应该干什么 花两个臭钱喝点黄汤 就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 服务行业不代表敌人一等 也不代表可以随意践踏 如果昨天的事情 发生在你们老婆孩子身上 你们还会在这里说风凉话吗 包厢里寂静无声 似乎都在思考我的话语 开水姐看我的眼神冒着泡泡 陆景城眼里的委屈 也尽数退散 这一刻我感觉自己 就是拯救他们的神 然而下一秒就有人 对我提出了质疑 那也不能像你那样 光到酒吃个果盘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点了个大爷呢 我微微一愣 觉得他说的好像有几分道理 可老板只教了这些啊 念念只为我服务 他做什么不劳诸位费心 陆景城总结性发言 抬了抬酒杯 准备终止这个话题 我看出他的意图 连忙伸手阻止 上班第三天就风平被害 不能放任不管 我问那人 那你说说 应当如何 强者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至少 至少也得陪着一起喝吧 那人显然也被我的真诚打动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有道理 我私下看去 发现自己居然没有酒杯 怪不得会被质疑 在开水姐的半杯威士忌 和陆景城的满杯勃耿地之间 我果断选择了后者 主要是想尝尝这么贵的酒是啥味 我一手拿着碎玻璃酒瓶 一手举杯 对着满包香的客人 来 我敬诸位一杯 新手小白不懂规矩 扫了个位雅兴 我顾念念今天就陪各位喝个痛快 咱哥几个不醉不归 许事被我的豪爽感染 众人纷纷举杯 干了杯中酒 一杯勃耿地下肚 我给陆景城使了个眼色 好歹也是帮老板解围 让老板帮忙倒个酒 不过分吧 果然 能当老板的人就是有眼力见 他很快就拿起了桌上的红酒 只是黑心老板有些小气 我都是给他倒满杯 他却只给我倒个底子 生怕我给他喝破产了 无所谓 我会一量取胜 来姐妹们 我举杯看向同行姐姐们 给我们的贵宾满上 我一杯一杯地敬酒 众人一杯一杯地喝 几杯下肚 他们也不再拘谨 开始和我称兄道弟 天南海北地扯 开始的时候 还有些人不服气地 要和我比划一下 最后满包厢的权柜 都被我喝得东倒西歪 只有我站在包厢的正中央 举着酒杯 屹立不倒 陆景成看我的眼神 也从一开始的担忧 变成了震惊 笑死 我的身体压根不知何为酒精 根本不会醉得好吗 简直是天选陪酒小妹 有人迷迷糊糊地抬头问我 丫头 你给个准话 你的量在哪 我伸出一根手指 一香 不 一直喝 梦今朝今晚格外热闹 一个个有头有脸的老板 被保安们横着抬出了一号包厢 引得其他包厢的客人 纷纷前来围观 王经理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只反映了片刻 便立马安排人手 删除围观群众手机里的视频 安排靠谱的司机 送个位老总回去 危机公关处理得非常到位 果然专业 陆景成弯着那双狐狸眼看我 这么能喝 我拍拍胸膛 无敌手 他点点头 既然如此 想必某些人也不需要我送回去了 我贪软在包厢的沙发里 口齿不清地呢喃 不愧是好酒 后劲好大 眼一闭 直接醉了过去 接下来我只感觉一道阴影投了下来 微热地呼吸烫在我的脸颊 有些痒痒的 我忍住继续闭着眼 好像听到了陆景成 有些无奈的轻笑 下一秒身体悬空 整个人被抱了起来 耶 抱到帅帅老板了 帮他解决了这么大的事 抹点员工福利不过分吧 我偷偷地瞇着眼睛 在陆景成颠簸的怀里打亮他 勾人狐狸眼里好像闪着星星 好看的嘴角勾着 不知道想到什么开心的事情 那好看的唇峰水润饱满 让人忍不住上去咬一口 是真的忍不住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坏事已经干完了 清香 弹牙 陆景成完美的下河线紧紧绷着 耳尖红红的 白皙的薄梗上喉结上下滚动 老板 嗯 你很渴吗 嗯 我伸手戳了戳那上下滚动的喉结 不然你为什么一直在吞口水 我觉得陆景成在故意勾引人 和开水姐说这件事的时候 他嗤之以鼻 那可是陆三爷 多少女孩心里可望不可及的存在 勾勾指头 就有大把女孩倒贴 哪还需要费劲勾引别人 我不解 难道看到她的时候 不觉得她是一只工人的男狐狸精吗 开水姐愕然地摇着头 怎么可能 三爷明明是清冷鲸鱼饭的 好大的信息差 我问 她半夜有没有给那些女孩送过烤羊排 开水姐 我又问 那些女孩有没有被她拉着手摸过腹肌吗 开水姐 我再问 她有没有把那些女孩抱在怀里 被咬嘴巴后忍不住地吞口水吗 开水姐 开水姐眼里冒着兴奋的金光 展开细说 经过我和开水姐的一顿分析 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陆景成好像只在勾引我 这让我的心有点点悸动 但我又不是很理解 一般来说 喜欢才会勾引 就像孔雀开瓶一样 可是 如果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会设计 让他背上毒鬼老爸的债务呢 难道是对我蓄谋已久 奈何寻不到门路 所以出此下策 小样 早说吗 就她那张脸往我面前一放 哪里需要那么麻烦 我直接就从了 事情扑朔迷离 牵动着我的心 带着一肚子的疑问 想找她问个清楚 可那天过后 陆景成再没有来过梦今朝 就像开水姐说的那样 她平时真的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像这样一连几天出现在会所的情况 一年都很少见一回 心里有些空 不过问题不大 爱情本就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又不是恋爱脑 只是有点馋而已 一号包厢也没了客人 作为专属小妹的我 工资照拿 却不用干活 在吃了几天白食之后 我的良心 有些不安 每天晃在同事们身边 随时准备冲上去帮忙 主打做一个对单位有用的螺丝钉 哪里需要哪里搬 站在会所门口和迎宾姐姐们一起迎来送往 遇见好几个那天晚上一起喝酒的兄弟 我热情地打着招呼 只是他们好像都有急事 脚步匆匆没看见我 果盘小哥一个人推两个车 很是费劲 我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想分走一辆 只是小哥太负责了 非要跟着我一起 把果盘送进包间才罢休 两个人干一份活 效率实在有些低 陪开水姐一起去服务他的客人 我还唱了好几首歌 又学到了新的技能 只是他的客人 好像身体有些虚弱 全程捂着脑袋 像是很怕着凉的样子 一段时间下来 我和同事们的关系 相处的都极其融洽 他们都对我很好 每次我要求帮忙的时候 都言辞拒绝 生怕我会累到自己 拗不过他们 又闲不住 我把目光描向了王经理 王经理是孟经招最专业 也最忙的存在 能帮他分担一些 我很是开心 趁他在忙 我悄悄帮他发了 每日结算的员工工资 没有告诉他 做好事不留名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就当我以为 又是完美的一天时 接到了来自派出所的电话 毒鬼老爸没了 尸体是在河边找到的 发现的时候 已经有些腐烂 警方判定为自杀结案 是通过恢复手机数据 找到我的 他的手机里 除了有新增的巨额欠款 账单以外 还有一封留给我的信 说是信 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句话 念念 爸爸又输了 爸爸对不起你 不能给你赎身 没脸再见你 这辈子连累你了 希望下辈子 你能遇到一个好爸爸 我的内心其实是平静的 我这个爸爸呀 活着时候 除了颠沛 什么都没有给我 死了以后 除了外债 什么都没有留下 他眼里心里 好像只有自己 和他的赌业 有样学样 我眼里心里也没有他 草草处理完后事 我看见了陆景成 他被一个穿着 红色吊带裙的女人挽着 我鬼使神差的 跟了上去 那女人走路 一扭一扭的 声音很是甜腻 景成 不就是死了个人吗 这大半夜的 饶我清梦 陆景成的声音 倒是一如既往的好听 乖 顾大鹏是从厂子 离开后出的事 来一趟会省去很多麻烦 你也不想让你父亲的厂子 惹麻烦对吗 顾大鹏就是我那 独鬼老爸 你不是作为他的 担保人入局的吗 能惹什么麻烦 傻瓜 我只是担保他有钱花 其他问题 我们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原来他帮我爸还债 涂的是入局 不是我 景成还是你考虑周全 不过这一折筒 我的美容绝世没了 你得补偿我 怎么补偿 今晚是寝 两人笑闹着越走越远 最后上一辆黑色的轿车 我没有继续跟了 再跟就不礼貌了 一切疑问都在这一天有了答案 黑心老板想入局赌场 苦于没有门路 于是瞄准了经常出入会所和赌场的顾大鹏 假意签下我打白工 给顾大鹏一笔钱还债 实则利用顾大鹏老赌鬼的身份 入局赌场 发家致富还是迎娶白富美 或者二者都要 那就不得而知了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我在这场谋划中唯一的作用 是白给的打工仔 是回本的plan b 是充数的路人甲 我就说嘛 哪有那么多好事情 虽然读鬼老爸最有应得 但我也不是很想成为有钱人 play里的一环 我没有回到会所 而是找了专业的律师 分析了我那八十多页的合同 看看有没有可以操作的空间 律师很专业 但合同更专业 几乎没有什么漏洞 顾小姐 恕我直言 除非梦今朝倒闭 或者主动辞退你 否则这件事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小时候学过一个成语 叫皮肤汗术 当时不理解 为什么蚂蚁要去摇晃大树 现在当自己成为那只蚂蚁的时候 终于明白了 但即便明白了 皮肤依旧撼动不了数 我也依旧干不过资本 又回到了梦今朝 老老实实继续我的还债生涯 王经理找我谈话 小顾啊 你在梦今朝呢 只用干好你自己分类的工作就行 明白吗 我当然不明白 懵懂地看着他 王经理叹了口气 将手机递到我面前 上面赫然是一条热搜 警号惊 梦今朝惊谢女魔头 各界大佬表示 根本不敢去 警号何方神圣 探索各界大佬 与梦今朝女魔头的恩怨纠葛 这两天梦今朝的生意惨淡 很多常客都不愿意来了 我点开热搜 只见图片上打马的女魔头 和我一模一样 可是新闻里的内容 又都是胡编乱造 什么叫我凭借一己之力 干翻了十几个行业大佬 竖着金梦 今朝横着出去 我们那天喝得明明很开心 什么叫我往梦今朝门口一站 犹如地狱罗刹 各界大佬纷纷躲避 明明是他们有急事 好吗 王经理很是无奈 总之以后你还是不要乱跑了 王经理的无奈和律师的话 在脑海里重叠 给我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从没想过 从前的热心之举 会给孟今朝如此大的冲击 既然如此 就让冲击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很快 客人们 我 王经理 就在孟今朝里 形成了一道追逐闭环 我追着客人们热情服务 客人们受不了追着王经理投诉 王经理大怒 满会所地找追着客人的我 他集结了所有的员工出动 却抓不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我 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 而是所有的员工基本都向着我 毕竟我每天也会学着王经理一样 额外给他们结算一次工资 当然 羊毛出在羊身上 黑心老板赚那么多钱 应该不会在意这点损失吧 真金白银进口袋 人心是会偏的 终于 孟今朝废了 王经理也累了 一天 他把我堵在宿舍 姑奶奶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洋装不懂 不怕苦 不怕累 为孟今朝的未来添砖加瓦 王经理彻底没招了 见我劝不动 直接说道 你收拾收拾东西 走人吧 我压制住激动的心情 你的意思是 要辞退我 是的 那不行 我爸还欠你们钱呢 人虽走了债还没销 胜利的号角 往往都在拉车后吹响 我不能答应得太快 不然会被发现端倪 王经理直接破防 他跪坐在沙发旁求我 姑奶奶你快别来了 你爸欠的钱不要了 还不行吗 我低头压着嘴角 可是离开的话 还有天价违约金 我付不起呀 孟今朝单方面辞退你的 不用你赔违约金 我犹犹豫豫 再给你 人家儿的人道主义赔偿 成交 我迫不及待地 掏出之前签署的卖身器 递到王经理面前 王经理比我还着急 马上就开始进行 作废合同流程 这时一道幽怨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王经理 你把念念词了 我上哪去追老婆 黑心老板一句话 王经理和我都很猛 但王经理能退下 我却被拦了下来 林门一脚被这臭狐狸 给截了糊 我真的很生气 言语间也染上几分怒意 陆老板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他顺手带上门 朝我走来 没乱说 难道我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吗 我被逼得往后退了几步 行 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 但我不接受 还有事吗 这里追一个 那里追一个 广撒网是被你玩明白了 念念 你怎么了 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心情不好吗 陆景成察觉不对 大手估住我的肩 低头抵着我的脑袋 我很抱歉 没有第一时间陪在你身边 我以为他把你卖了 你对他应该没太多感情的 这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 不要对我冷冰冰好吗 给你摸腹肌 什么跟什么 谁要摸别人摸过的腹肌 我甩开他的手 眼泪从眼眶掉了下来 怎么擦都擦不掉 我不想哭的 可天生泪陷失尽体质 一激动呼呼冒眼泪 丢人丢大发了 陆景成一边蹲下 给我擦着眼泪 一边着急地喊冤 狐狸眼都瞪得溜圆 没有别人 只有你摸过 好小子 还不承认 把那天警局外 看到他和红群女人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我掐着腰 挂着泪珠鼻涕泡 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俯视他 虽然我哭了 但这场假我肯定是炒赢了 给这个水性洋花的男人 当场垂死 陆景成一愣 随后露出了意味不明的笑容 我更气了 居然没有拆穿渣男后的打脸场面 他好嚣张 陆景成按住想离开的我 不急不许地掏出手机 拨通一个电话 按了免提 电话接通 那边传来了一个 有些熟悉的声音 张警官江湖救急 女朋友看见我和楼潇他女儿在一起 误会了 快帮我解释一下 想起来了 那个熟悉的声音 和那晚通知 毒鬼老爸死讯的警察 一模一样 哎呦 那我们可罪过大了 弟妹你听我说 陆景成可是个好同志 接触楼家那些人是帮我们警察办案 绝对没有不当行为哈 就最近查抄的地下赌场那件事 多亏了陆同志的帮忙 弟妹 你可千万别气他瞒着你哈 任务完成前都是要绝对保密的 啥时候半喜酒和哥说 到时候给你们备一份大礼赔罪 王警官一口一个弟妹叫的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红曲女人的误会解释清楚了 又一个更深的误会产生了 电话挂断后 陆景成单手把我揽进怀里 所以说 我们念念之前是吃醋了 对吗 他笑得得意 我无从辩驳 试图转移话题 所以 一开始你的目标就是我爸 想让他带你入局 之后再端了那个地下赌场吗 陆景成摇了摇头 一开始我的目标不是他 是你让我改变了主意 什么意思 看到你跟着父亲生活的艰难 想帮帮你 一开始对他的策略是劝他从良 可是伯父很固执 后来 听说他输得很惨 到处卖女儿 不忍心你再跟着这样的父亲 就和你签了那份合同 顺便把伯父看在眼皮子底下 我以为他输了 还是会想办法筹钱 就没有放太多精力看护 想着 只要等到我们端了那个赌场 再好好处理他的问题也不迟 可惜 陆景成低下了头 对不起念念 我没有保护好伯父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 陆一直是他自己选的 陆景成留在孟金昭的时间变多了 我也不再是这里的陪酒小妹 他给了我一个新的职位 老板娘 和所有员工宣布这件事的时候 除了开水姐 一副早有预料的模样 其他人都是惊讶或猛逼的 唯有王经理一脸问号 因为他刚和陆景成汇报完这段时间 我的所作所为 以及孟金昭如今的惨淡 和我行为的相关性 努力地向老板证明 开除我这个决策 他是正确的 结果下一秒 我就摇身一变成了老板娘 看着他噼里啪啦 抱着手机不停地打字 我明白 这次一定骂得很脏 于是上前拦住他 王经理 你放心 我还没答应呢 不算是老板娘 他瞎说的 开玩笑 怎么能因为这种事 让这么专业的经理失望 陆景成那张帅脸 马上就垮了下来 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念念 摸了我的腹肌 可是要对我负责的 我揉了揉他滚动的喉结 抬起他的下颌 失踪莫及 凡事都要有个过程 我先验验货 老板娘的事情 日后在意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没有劲 我先验货